有一位清洁工阿姨在一次聚会上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惊醒了所有的人 她说十几年前我爸爸省下了八万元 被我爷爷看病花了 几年前我积攒了十几年的二十万元 又给我爸送去医院了 我感觉我这么两辈子都在给医院打工 我不想将来再害孩子 也不想三辈子都给医院打工 所以我一定要在没病的时候 提早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保养好 所以学佛人平时要精神愉快 心情舒畅 你才会远离病痛啊 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吃喝玩乐 伤害自己的健康 一旦生病 倾家荡产 学佛人要懂得珍惜生命 我们每一天去帮助别人 每一天做一件善事的话 那就是一善 谢谢 糊涂的人 只有在一场大病之后 才会明白 只有身体最重要 其他都是次要的 如果身体是最重要的属于医 那么你的财产 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婚姻 其他的一切都是灵 大家想一想 如果没有了一 再多的灵 那也没有意义的 学佛人要明白 那些平时让你觉得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一场大病之后 你就会看清 看透 看开了 同样 同样 会命是一 人的会命是一 就算你有了好身体 你如果不开悟 在人生为名为利都为灵 最终再多的名和利 如果没有智慧 你的人生也活着没有意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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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